我一次来了台北,所以想分享一个话题 我也知道David和John在组织的Ada Summit 但其实我今天的话题是比较反敏捷了 感觉让我来分享这件事也挺恐怖的 因为我发现我的动机是 感觉其实对敏捷也是不是知道了太多了 所以这样一件事情引导了让我自己去做一些最近一段时间的探索 不是最近一段时间了,是最近的两年多,从2014年才是 然后应该在做了,应该很多人我们一年一年没见了 所以需要重新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我是丹妖,我家还没变,还是真的行的 但是我们现在重立的公司,这公司叫云之行 这也是我目前做的最主要的两件事情 然后一个是云之行,云之行做这些东西我一会介绍 然后另外一个上课,然后这次我来台北主要上课 这是我儿子的 然后云之行主要做这些什么事情呢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那个Sky Scanner 听说过 我们做的是陆路交通的Sky Scanner 就是很多的地面交通,包括铁路,包括欧洲的 也包括你们去中国,也包括甚至你们去那个 从利马去马丘比修,什么也可以通过我们来订口舌票 然后也包括火车大巴,其实主要几部分 一部分是点到点的火车票,还有很多通票 再就是如果你到了欧洲之后,我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你买了一张我们从法兰克福到慕尼飞的火车票 这样的话我们有可能会推给你一个 比如慕尼飞的城市交通卡 或者你在那边那个购物打折的 比如在慕尼飞旁温的阿欧雷这样的东西 给你一些这样的购物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做这样一件事情里 我们做也带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冰川 就是欧洲的这样的景观列车 这个其实是我们目前的一个 红色的是我们目前 我们这个云志行,这个公司出色在北京 然后我们目前的一个地面交通的一个覆盖 大块不在的是非洲 这块是非洲 所以剩下的很多州的很多国家的火车票 基本都可以订 现在比较火的是俄罗斯的 就是莫斯科到圣彼得堡 为什么? 因为世界杯 所以很多人会买那边去俄罗斯的火车票 这个也会买 主要分这几方面 然后在地面交通那种 那个地面的车票 然后铁路公票 城市的交通 比如城市的交通卡 比如就像 我不知道 没看到过在台北 比如很多城市有那种双通巴士 等等 这样的一些东西 其实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两年了 所以最近在车上来说 最近其实应该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我每天差不多都是一点到两点睡觉 所以其实我也是个程序员 所以除了做这个 其实也花了很多精力 最近的两年也花了很多精力 在洗了很多代码 所以所以一会儿有可能有机会也给你们展示一下 展示一下一些代码方面的东西 因为这个在写代码的过程中 其实就给了很多的反思 然后我们这件事情是从2016年开始做的 我当时是跟德国体育局合作 合作跟合资 然后但其实真正 我开始启动做这样的事情 是从2014年开始的 因为上过我课的人知道 我们最早可能做了一些很多不靠谱的项目 比如像什么婴儿游泳 我去过这边的灯化南路那边的健保仪 什么这种都去过 然后做过开奶 做过跨境电商 吸引检测等等等等 然后现在开始打了旅游圈 这个套路我可能会没太有头绪 为什么因为首先这是我做了这么多年 一个第一次比较大的反思 比较大的一个回顾或者反思 主要是过去过去在 主要以这个项目两年多的一个经历 我想有一些这样对我的下一步有一些启发 同时也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启发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在做这样 做这样一次的回顾 所以可能没有什么头绪工作 是一点一点的 但是我想某一些点可能会对你有些触动 然后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因为我自己蒙朗朗朗的感觉 是研究到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认知谬误 这样一些东西 一些我们大脑经常会犯的错误 因为上过我课的人会知道 我们大脑经常会犯这样一些错误 比如survival virus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是在美军二战的时候 然后一开始飞机被日军打得差不多了 然后飞回了 就会受伤 一开始呢 大家会主要关注在修理 那个重弹孔最多的地方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重弹孔最多的长岁 最不应该修理 为什么 因为那些没有弹孔的地方 说不定中了一袋 然后就掉了 但是其实那些掉下去的飞机 没有机会告诉你 其实很多时候 那个地方其实更重要 但是我们的直觉 往往会犯很多的错误 让我们认为这件事是重要的 其实我在思考 敏捷这样一件事情是怎么来的 我们看到了 一开始有一些人在做 一些人在做 这些人在做了 做了就会做重复 然后就会有些思考 思考 然后就有反思 反思之后就想出来什么 knowing 就是他知道的东西 举个简单的 我看了一下 这些东西飞机很多回来 我看到那边中了很多袋孔 这是我知道的一个事实 对吧 但第一次让大家知道 发现 大家觉得应该继续修理 正常重弹的那一地方 也就是第一次给你的knowing 规定 因此由这个东西在指导你做事情 这件事有可能更不好玩 导致的结果更好 再一个事 其实我们往往会 为什么 所以我在思考的是 是不是 敏捷和scrump 也是这样一个东西 一种是 有人做了些东西 然后就说这个东西 好 有人有些冲动的东西 我们往往是以崇拜而游行 举个简单例子 你去采访马化腾 然后采访马化腾说你卫生成功了 有可能马化腾就是因为他喜欢拉皮 你说马化腾会承认他喜欢拉皮吗 但是你觉得哈佛大会的教授会承认这件事吗 因为如果哈佛大会教授也承认这样一件事 就没有哈佛大会教授的工作了 我们很多教授的这样的一些学校里面的人 或者是所谓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士 其实不停地在包装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件事 我的感觉有可能是个谎言 另外呢 我其实 conformation bias 什么意思呢 翻译成中文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 你能不能翻译成中文 中文俗语 能不能翻译成中文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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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我对 你翻译成中文俗语 你翻译成中文俗语 就是technically right 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好有理 你心目中文俗语 你中有了一个想法,你获得的所有数据,你的所有推论,全部是为你自己的论点不顾的。 有可能,我是吃敏捷饭的,所有最后的成功,全是因为敏捷。 当然,在这儿应该都知道有很多老司机。 所以,这四个常见的认知误物,导致我一个思考。 我思考的是敏捷这样一件事,是不是也是个谎言。 但是,你知道这件事很难去证明。 因为如果你要证明的话,你永远是证明。 所以,我想采用另外一种方式。 采用什么方式呢? 这是希腊语。 什么意思呢? 叫切肤之痛。 切肤之痛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你知道绝大多数交密接的,或者在公司里面倡导密接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渐渐的开始淡出这个圈的一个原因。 包括在各个地方,在公司里面,在公司外,在学校里面,在什么地方,在公开班,绝大部分不是在做的。 是这样一件事。 而真正不是在做,它就没有自己的体验。 什么叫切肤这种? 真正的学习,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同时知道一些东西。 但很重要的是,你要让自己的身体擦伤。 只有把你的身体时刻在一种擦伤的状态下,你可能摔得鼻青脸中。 但用这种方式,你才有可能会找到这件事的一个真谛。 有可能是敏捷,有可能是A价,有可能是B价,还有可能是C价。 都有可能。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一件事擦伤,也就是这个环能够迅速地去越快越好,而且通过这个不停地去失败。 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更自然的学习方法。 当然,因为最早,我花了很多精力在研究经济创业军。 2010年几年初的时候,我还创了一些公众号,研究很多东西。 慢慢地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在追求这样一些比较表面的。 所以我开始做成长创业,我希望自己是在不停地摔伤,有可能我的创业公司不成功。 因为我失败了很多,我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比如开年。 明显,两个月之后,你们知道什么叫开年,是吗? 上过课的时候。 就是那个最古诗,这两个最古诗。 密尼顾问。 在台湾叫密尼顾问。 好吧。 我们做过那个行业。 也做过一些跨境电商。 跨境电商。 跨境电商就把中国的汽车的领飞煎熬、美国书头。 做过很多这样的生意。 其实做过这样的事情之后,你就发现,其实真正的敏捷可能不是。 或者是我原来的敏捷可能会有很多的偏差,或者原来做了很多事情,变得不靠谱了。 等等。 我希望分享的一面。 但是因为是第一面分享,所以会比较零碎,也没有什么很多的条理。 我尝试有些条理,但是你们自己需要。 所以另外一个一件事情是,我希望做的一件事情是,通过否定来推定,而不是通过肯定。 也就是我希望的不是证明,而是不停的去推翻。 因为科学的发展是靠推翻,而不是靠服从。 所以不断的推翻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很多时候很说,你们以前多么好,怎么会怎么开。 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样是用心。 当然很多人更多的是在表面上。 鉴于一个什么演讲,或者一个workshop,然后就让别人去。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会。 亏论会对很多人,我不在乎。 更多的是通过你做的一些事情,而不是那个。 我也希望看到,或者是吸引出更多这样的一些伙伴来。 而且很多时候,这件事我希望更多的是,不是由这种东西, 由这种word,经常陷入一些。 因为我自己其实在certified trainer, 所以我在那个trainer圈子里, trainer的mailing group里面, 全球一共有200多个这样的certified trainer, 我其实现在对那个圈里面的有见,都是shutta。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但是不信的时候,我还得带这个圈子里面。 为什么? 我还得卖chall,是吧? 我是个酒吧喝手,所以。 我还用它做什么,我一会儿说。 但不光是卖chall,这样一件事情。 这些所谓的专家,更多是互相在wain argument, 而很多都是在表面上,或者抽象层面在说, 而不是通过它做的事情。 绝大部分所谓的顾问,或者讲师, 根本就没有在做。 我用一个简单例子的,比如cspu, 或者是这样一些事情。 我个人感觉,如果一个cspu, 还需要一个中介帮你退的话, 那你cspu不是的, 应该叫cspu。 是这样一件事情,是吧?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是, 通过不停的去推断, 而是让时间来决定, 什么是对的, 或者什么是错的。 而不是希望, 让那些所谓的价值, 那种考官呀, 或者评审委员会呀, 什么这样的人来决定, 是好还是坏, 或者错, 对。 当然我也变得, 不去追求哪些什么对, 还是错, 我更多的是看, 哪些其实对我有功。 嗯? 嗯, 哦, 一个第一个来程, 其实是关于team的, 因为大家可能知道, 很多人会知道, 因为过去, 过去, 其实12月31号, 我过去在, 我在里面叫ODDD, 然后, 12月31号, 其实我, 我离开了公司, 然后, 离开了ODDD, 然后, 这不是个很简单的决定, 比如ODDD上海, 其实是我, 2011年, 我是第一个员工, 然后后来慢慢的, 而且, 但是, 其实在, 从2011年9月份开始, 不是2011年, 去年9月, 到2017年9月份开始, 团队发生了很多, 很多的事情, 然后, 我这边其实记不下来, 就是一个, 为什么, 一个前提名人说的, 为什么我们一起, 做了很多, 共同做决定, 每次的决定, 其实都, 都指向了, 都导致了一个最差的结果, 当然, 结果就是我离开了, 结果就是我离开了, 这是一个, 然后, 因为, 相过课了会知道, 我的团队, 其实是十分的, 过去的团队, 其实是十分的 motivated, 是吧, 很多专业人, 包括在座的很多人, 其实会, 当然, 而且, 每个人具有很, 很强的一些, 一些技巧, 或者技能, 或者工具等等的, 都是各方面的专家, 所以, 这点我不否认, 但是, 为什么这样的一些人, 反而会做出一些, 导致Tim最, 结果最糟的决定, 所以, 这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为什么, 因为我对团队, 是有很强的一个比例, 所以, 我从2011年开始, 一上了团队的时候, 其实就在, 花很多经历的时候, 包括, 如果你们看过, 我老板还写过这样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在思考, 对我, 所以过去半年多,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个很大的冲击, 对我的价值观, 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绩, 重新打破在习底, 在树立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在思考的是, 我在思考的是, 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为什么, 分享一下我的一些reflections, 第一件事叫, Lap of Thicadina, 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希腊翻译? Lap of Thicadina, 什么意思呢? 叫, 翻译成中文, 翻译成中文叫, take risk together,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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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翻译一下, 分析一下, pick risk together, 一起承担逆境, 一起承担逆境, 或者叫, 一起承担逆境, 我发现很多时候怎么去发现一些真正的伙伴或真正的那个 其实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在宣扬公司比较嗨 当然我知道在座的某些公司也在做这样的事 很爽很那个什么各种环境 对不起 很nice 等等等等 我发现我发了个错误 为什么 只有患难或者crisis的时候 才是真正去验证或者是验证议题member的时候 而很多时候在高兴的时候 happy的时候 而且再谈一件事 如果happy的时候 你觉得如果对外展示happy 吸引来的是什么样的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今天想课是吧 你提到过这样一件事 在那个比如前置亚胡 在亚胡北京都离开了 整个关掉了是吧 所以呢 你知道的 devipers比较缺在北京 所以很多的公司就拍了很多什么 很多美女是吧 穿的不太多 然后到那门口去去 弄着牌子去剥developer的眼球 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凡事 至少我不知道 因为美女而来的developer 跟她的能力是否相关 是吧 当然我知道 来的一定就是care女神的developer 但是这个care女神 能不能translate 能不能翻译成她的机智能力 这件事 我觉得不是很靠谱 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可能更多地展示你团队困难的地方 或者是艰苦的地方 而这时候如果还能吸引来t-member 这件事就很酷了 但我知道这件事其实是挺难的 所以我现在更多的 其实是在吸引这样一些 能够一起患难 或者一起能把你自己身家赌伤的 team member 这件事其实 当然我知道这件事 比直接去用女神抓眼的时候 会困难很多 但是这样的 team member 其实我们最新的 team member 不方便说明的 他其实也是加入了 然后其实加入了多长时间了 三月初加入了 然后那个 现在其实我们每天一起工作到大约一点到两点 所以其实他现在可以看他工作多少钱 对当然他不care 也不顾问这样的事情 真正愿意花你的时间 甚至把你的钱压住上来 这样的 team member 是我们能够需要真正一起创业的 而其实如果你的 team member 都很难 get it right 其实你什么引导 什么这样的东西 其实只是在做人家的事情 第二件事 其实是一个价值观 跟一些很大的不同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慢慢地把自己变成一个 因为我原来是个底巴拉本 现在也是个底巴拉本 但我现在做的一件事情是 慢慢地把自己开始像一个生意人去做 对 对 因为举个简单例子 我不是跟你讲聊天 我们 我们 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性格方面或者价值观方面 意味着什么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愿不愿意为你的创业 而每个月只收入4000人民币 你应该到22000人民币 没有 这其实是一个 供丹安风险的一个表象 但绝大部分人不愿意做出来的事情 这就是每个人对风险的容忍程度 其实是不一样的 包括性格 他是否喜欢 只是陪尔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而不是为了什么 team 等等 为什么他们会care 这样一件事情 很多人会 因为对我来说 或者我的感觉 对很多人来说 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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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s Aversion 这是英文 这是英文 就是 对 对丢失你目前的这种现状的一种 很恐怖 我们很多人很不喜欢 不确定性格 这就是每个人的性格相关 现在的方式可能不好 但是 是手握 很多人不愿意 利用这个机会去赌一把 去尝试更多的机会 因为他害怕损失 因为这个有跟每个人的一个性格特征 可能 可能 可能会有些关系 我举个脸了 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很多人不喜欢 不确定性 为什么 举个简单例子 你去欧洲 或者去哪个地方 你不知道吃什么 对吧 挺装饰过去吃麦当劳了 尽管他觉得麦当劳不好吃 但是 尽管麦当劳不好吃 但是 但至少它是标准的 它不算难吃 与不确定性相比的话 麦当劳 OK 至少能吃不良一件事 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很多人会贴自己的一些兴趣 所以我现在做的一件事 其实更多的是吸引一些 共同对我们做的一件事 对我们做的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最新招的 或者招的 或者是勾引 这应该是勾引 勾引的 这个Tim Pembert 其实他现在也看起来一件事 但是他其实 为什么 他其实已经创业成功了 然后 但他来这工作的是说 他是2007年 其实又做过创建 然后把公司 然后做过蛮大的 然后公司也被Ali 最后收购了 然后 他说2007年的时候 在他创业的时候 也很可能 那时候互联网有那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风口 是吧 所以很容易你的东西跑上量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这个年代 如果你在 所以他们那个年代 只用做一个互联网工具 然后就可以能很快的获得很多的营救 因为那时候 哪怕阿里也没有很高的流量入口 但现在不行 现在不行 更多的是 你要跟很多传统行业结合 因为传统行业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牌 比如铁楼公司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离联网工具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离联网工具 有一个名称说 上完我的课 上完我的课 上上这些副作用之大 但是很多 其实在传统环境里面 它有很多这样的牌 而这样的东西 就会利用你的技术 或利用你的方式 或你的关键 会弹活你的数据 就像我们在玩铁路这样的事情 因为举个简单列子 怎么去勾引我们铁路的partner 因为我的partner 其实是标过铁路去 因为他最开始就是个 卖票 卖铁路票 标过火车票 但怎么去让他一下下 意识到这样一些事情 我举个简单列子 那个 从今有那么一个星期 大约半年前 从今有那么一个星期 我这边已经不出火了 然后他说 你们写的什么东西 写的一个星期 米兰交通卡 你们知道米兰交通卡 就从事交通卡 类似于你们的那一条 是吧 类似于这样的 当然是追选旅客 所以那种一天到三天的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说 你花了时间 不如你跟我去包一个法国铁路局 是吧 然后 当然 写完之后 我做了一件事情 做了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买了 我们那个米兰交通卡 那个产品 上面会有个标签 叫米兰 这个城市的名号 所以呢 如果你购买了我们 比如从罗马到米兰 或者慕尼黑到米兰 苏米市到米兰 和车票之后 折磨比例是米兰 就让你站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衣服 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衣服 一下他就怎么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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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其实是对他来说 更多是盘佛了他已有的资源 而这件事基本是免费的 你就是多发了个邮件 你一下子对他 就是你把他的现有的牌 原来是零散的 你卖一张卡 或者卖一个那个 而且很多人不知道 米兰交通卡 这件事他都会买来 而这样的话 有机的就把这些事情 穿起来了 举个简单的 我们现在花很多精力 再做了一件 一下子把他给熬 一下子大脑就弄穿了 所以我们现在主要做了一件事情 叫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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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钱 跟机票房定 比如你到了法兰克福 可以听你德国的充票 拜仁州充票 到法兰克福 宜瑞交通卡 还有那个 35 350公里点灶点通话 等等 因为你到米兰 到法兰克福 基本还要到其他地方 等等 一下子就把他出发了 所以 其实利用这样的东西 就很多很多时候 就 就这串起来了 对我们的 对传统行业 其实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 因为我觉得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当然也是我的反思 我其实从2003年就开始接受敏捷 这样的东西 Cgram 当然从 那个测试 写速通话测试 开始 CRI TPS Innovation 这样的东西开始 而且我们圈里面 很多都在看 那个Carol 那个视频 叫 Growth Mindset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吗 我都可能会看过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 有意思 有意思的什么地方 你从2002年 2003年 就开始弄敏捷 这样一些事情 15年之后 你还在搞敏捷 这探事 你在Grow呢 是这样讲 我觉得这本事就挺可笑的 当然很多人其实就在说自己是Grow's mindset 我发现 说自己是Grow's mindset的人 我发现 其实 其实不Grow 或者不愿意去Grow 所以 这是我发现了很多 就是这个是有回到这 这个叫 真正看她Grow 不是Grow 不是看她说的 而是看她做的 Is not words 所以我另外一件事 就是关于怎么去工作了 原来我是比较喜欢什么引导技术 或者这样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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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还有点像宗教一样的喜欢 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 有点像 尤其是刚刚接触 pacilitation 或者pacilitation 我知道现在其实在台湾挺火的 是吧 我发现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在我们team crisis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team member 会提出来说 不如我们请一个外面的 一个pacilitator 来专业的facilitator 帮我们facilitator一下吧 就是引导一下吧 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useless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team member里面 很多人都在隐藏自己的想法的话 你铺多少引导师都没用 而那个才是深层词的问题 而有了一个引导师 或者给你带了些session 或者什么看似很high 那更多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 所以这是我的反思 当然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 会对你有些 所以我一开始 我们会更多的是 寻求大家一起来共同做决策 或者是甚至形成那些事情 都形成共识 我现在发现 其实共识这样一些事情 其实挺垃圾的 为什么呢 尤其是在什么前提下 尤其是举个简单例子 他的工资是6万人民币 你的工资是4千人民币 你把你的身家都压上了 你说你凭什么跟他形成共识 是这样一件事 而凭什么 他给你的建议是有效的 不希望自己丢失自己的装 有可能就是 不希望丢失自己的装 这就会到lost aversion 这样一件事情 对 而且这时候group thinking 也很危险 是吧 我曾经一次发了一个 group thinking 也很危险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在一个group 会涉到各种各样的利益 或者什么什么 这样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 会基于自己的东西 来形成一些决策 而这样是导致 最终团队的决策 会十分的危险 所以我现在的反思是 我尽量减少 尽量大的group thinking 或者fossilitation 这样一些事情 但是有时候还是 不可避免要做决策 对于一个团队或者一个project 或者一个product startup里面的重要的决定 而且涉及到一些利益相关 涉及到一些取舍这样的决定 只让那些下注的人做决定 如果你不愿意把你的工资降到四千块钱 你就去做工人吧 而这些决定 这些决策才是真正 我觉得真正才能推进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严格的控制 一小托人 而这些人都是下注的 都是把自己身家压上的 这样的人才会做出更有效的决定 另外又抽一下敏捷了 举个简单例子 因为在Facebook我看到什么 这么去排Backlog 有先期什么 来发到什么 那有些什么frame 讲讲 有些什么框架 还有先期 Moscow Moscow 就是这样的东西 是吧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 把他工资降到四千 他马上就知道什么叫Moscow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很直接 所以我就修了那个 在上海上课的时候 我说怎么样利益相关 是吧 我就修了那个AutoDesk AutoDesk AutoDesk 做Auto CAD 这样的东西 他们公司很high 他们公司的地雷比较高 就是那种什么设计师啊 这样的 什么Maya 装弄电影的这样的公司 然后我就 我就突然说 我们这公司的工资都是固定的 然后都跟那个什么 然后一年一个release 而且也挺挣钱的 所以挺 没什么那个 怎么样能让你利益相关 我觉得现在 利益相关这件事 让你自己擦伤很重要 所以说 Daniel 那怎么 你有什么想法 让我们的 让我们跟公司的产品 利益相关 既然全都变了 我说 这样也是可以做的 我举个简单 因为比如像 AutoDesk的产品 大约一年发布一次 对吧 我说 这样其实也是很简单 发布 对 我说 你们发工资的频率 给你产品发布 平衡随致 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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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都一样的 这也我想 这也会极大的 给产品 更快的发布 和更好的合作 这就不需要什么 motivation 出关了 就这么简单 让他利益相关 这件事就 所以 很多这样的 我们被引导的 哪怕是我们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Hotelication 但是他其实也 也不是那么过 而且很多时候 大家更多的是 在追求 那个类似 把他类似 像个宗教这样的东西 其实没有太多意义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让每个人都擦伤 所以我现在替你 比如 我们现在 替你在北京 还有一些销售 这样的 他们也很简单 我现在替你很简单 就是 有点像 两三头狮子 加一群羊 一大堆羊 而这些羊 十分单纯 什么意思 举个简单 他们其实背景都很弱 举个简单 例如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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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 武警会部队的 推议识别 类似于这样的背景 或者是高职的 但是 他们很high 他们很high 地在研究 John 同学说 那天考试 他们对欧洲的地理 比较不知道的都要多少 随便欧洲的城市 那天 那个武警士兵跟我说 他很高兴 然后很高兴 他朝到了一个铁路 这个条路 我没听说过 从那个点到那里 他说很高兴 这件事很酷 因为说前他拿走了 平洋基因 第二件事是 这个铁路是哈利波特的铁路 他觉得很酷 所以我发现他们很单纯地在去很全地在学习 很简单 其实其实很简单 他们的工资很低 他们绝大部分的收入从哪儿来 他们卖每张票都有分子 叫拥击 而这样的话很简单地就会激励 所以我正如说 让每个人 我们在做的应该叫 不要做那种大卡一种 大卡一种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的收入跟你的最后绩效没关系 最后就只能那几个percent 那种user对你的power太低了 我觉得更多的是很大的percent 大部分的工资是跟你的绩效相关的 或者跟你做出来的成果相关的 我觉得这样才会有趣一些 这个是叫叫做 我抽signaling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也挺长的 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刚才说了 很多公司在做这样的事情 比如讲我们公司有什么爽的氛围 我们公司有什么输入 我们公司有什么什么多长时间的年薪价 我们的工资很高 然后就多少薪 就是这样的 然后再为个人呢 我又获得了个什么什么证书 是吧 我毕业于什么什么什么长青童名校 或者什么这样的 我们太多人其实在追求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又听到了一堆堆的名词 然后一看的名片就行了 很多名片上面 哗啦哗啦或者林匹上面 列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很多人就在追求这样的中间的一些词语 可以在不听了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去架 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对于startup呢 这时候我们过去也参加了startup 对startup 我和这也是什么 我发现这样一件事啊 因为可能我比较老了 当年我小时候那时候中国叫高科技园 后来高科技园不火了 然后叫软件园 然后软件园 软件园现在 比如现在叫什么复发器 就是incubator 不好意思 这也是 关键是这样的地方真正复发出了些什么 或者说有东西复发出来吗 我觉得这件事 当然这些东西就是一拨一拨的 然后一拨一拨的 搞名字 其实这种没有出来的东西 包括什么startup 什么weepin 或者什么 我发现这样一件事 因为我去参加过一次 参加过香港的一次 我发现这样一件事 我不知道 最后那个东西是要被人judge的 你知道吗 可能大家一连续工作 我们当时从周五开始工作 一直都工作到周日晚上 然后连续五十多个小时 然后最后为什么要让人judge 还不是文确开不透 文确开不透 文确开不透 当然也不做事 更多的是在那些大公司里面被圈养的那些人 你说他你他大公司 他自己都没有创过业了 他凭什么来价值别人创业创得好不好 而他如果用他的价值观来价值别人创得好不好 那是不是又落入俗透了 那你不是创业或者创业了 包括很多公司很喜欢这样东西 什么innovation lab 这样子 这样一些内部创业这样的部门 我发现这样的部门也都是挺都市 基本内部创业这样的事 而真正的创业是什么地方来的 因为其实挺多时候 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创业 大多数创业会分两个方向 这个是技术 你会投入很多钱做年发 做出一个很棒很牛的一个产品 还有呢 还有呢 另一个 你花很多的钱在做广告 或者叫买流量 这样的东西 而你知道这是钱 越往上其实是钱 你花越多的时间去投入做研发 或者花越多的时间去买流量 但是流量 你知道流量的效率其实很很差 现在越往上性价比越低 它的ROI其实越低 越往上越越越低 其实 而对你来说 对一个公司来说 其实这样是越来越高 风险越来越高 对吧 那怎么办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这两段路不好走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把你的APP 或者把你的网页做得很漂亮 你们听说过 Design Thinking 吗 我觉得 Design Thinking 也是垃圾 为什么 我举个简单例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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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涉及到我们 我们讨论 就是 假设 我们的简历同学 去了欧洲 是吧 然后通过我们的网页 买了妥妥票 然后 网页 购票 购票 不是很爽 但是 解密同学 上车了 然后上车之后 十分钟收到一个短信 短信说什么 从科隆到法兰克福 然后十分钟之后 收到一个短信 短信说什么 你没错 知道花工也挺好 开了开车 开了十分钟之后 因为其实我们这件事 一个核心竞争率是 我基本上知道 你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在什么地方出现 火车 火车不完整 对吧 基本上不完整 所以 收到一个短信 你说一个短信 贵吗 过五分钟之后 请把头往左边看 怎么了 那是著名的猫宝和鼠宝 因为对你来说 其实对不拜向的人 我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吧 而这样的东西 是不是会让你有些 是吧 再过十分钟 又到了莱茵河 对吧 就是导游这样一件事 这也是想希望花很多高中科技 而且基本上是免费的 这样一件事 是吧 然后 还有十分钟就到法兰克福了 这时候又收到一个短信 快要下车了 如果你想买 绿色的莉莫瓦箱的话 可以到法兰克福地铁站的 这个什么什么 几层的几号库 然后这有个96折的打折券 而且可以多退10%的税 你说跟你把你的页面 订票流程 订得很顺的相比 这件事是否价值要高很多 让客户也会爽很多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要把订票多得很顺呢 是这样一件事 你的客户买率还是最高的 所以很多时候 所以这些 我的PO可 也不是在讲PO 我就是PO这件事 也太low了 为什么 你要把自己 包括这在座里有PO 你要更多的把自己 做成一个生育人的角度去思考 因为比如想把你的铁路数据跟购物 我们接了29家 欧洲的29家奥雷 这很错 因为你去了其实也有单点 而且同时你也可以获得 那个distance等等的 然后这件事 这些事情 其实不需要花很多精力 是吧 定时发个短信 对吧 这件事需要很高的客户 需要吗 可以听吗 根本不需要 其实有很多 我会把这些东西 除了这两个州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方向 可以让你的产品做得很有趣 我会把这个变成一口法 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 举个简单的 上单教的客人 正常的不来上课 但是上了课之后 都知道了什么 要买 Timer Timer 或者要用Pilot High Taxi 等等等等 这样的 在那里应该有不少 上课课 或者知道用Pilot High Taxi 等等 要综合器笔记等等 等等 而这些其实是一些 我跟我的竞争对手 就那些其他竞争的地方 而这些东西其实是 我的科夫 我的竞争对手 他也没法竞争 因为上课课 我还给我吃票法车了 这对我自己的CSM课 CSQ课 当然今天我也会给你们 都拿着钱 Who care 这样的你的竞争对手 根本没法给你竞争 因为你随时的牌都不一样 而很多传统公司里面的人 或者那种讲师 他会要维护自己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形象 用那些又获得了一个什么什么证出啊 什么什么这样的 或者什么什么第一个什么 来搞到这样的事情来那个 他们会很热衷于参加各种各样的创业比赛 而且很热衷于什么什么融资啊 他们用第一几轮来评估自己 看私品光线 但其实不在 而且他们主要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什么 取悦于自己的同仁 或者取悦于那些真正不是在创业的那些价值 而不是真正的你的客户或者用户 所以古德拉克这样是 或者还有 authority 哦这样事情其实很多 我其实有点 还有创业公司创业 program的 incubitor里面的那些终年导师们 对吧 什么讲些什么商业模式发布啊 或者什么 类似于经营创业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东西其实是 实际上又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你花多长时间 把精英模式发布 就能从浓泼 remar化到退税 这些事没干的了 所以那为什么大家还要画那些织大铺呢 很创业 我反思一下,我猜他们是喜欢这种确定性,有这种确定的感觉之后他们才吓唬。 但是最后结果,然后他拼命的再证明这件事其实符合他的那个, 因为他的绩效,这些人的绩效也是受authority来关的。 所以我现在都不太相信那种按照UGD的人,job discussion的人。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多的追究想把它搞清楚, 我发现在做生命之后,我发现很多时候你要开干,从干了开始, 然后不停地去反思,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为什么要上课? 讲另外一件事,举个简单,你们认为去年5月份的时候, 我其实在台北讲了一个话题,上次话题应该叫成年人,上次讲的是成年人吧? 不是,上上次讲的是成年人话题。 所以呢,我现在开始经常去北京了,然后两周前我就去北京, 然后我说,要不我在社区分享吧? 然后分享一下,为什么要分享? 都卖这张票吗? 嗯,这不是总,我从来搞英国。 然后呢,我就说,我在北京分享这样一个话题,我就把这个话题的描述, 就像今天这个,然后推到了我的通论圈。 然后啪,有一个人提信给我,然后说,丹妖,你要不要来大连说一个? 我说,我在北京嘛,我说,你要不要来大连讲一把? 然后你要多少出场费? 丹妖怎么回答? 没法。 我说,我现在不做这生意了,我不在乎。 然后说,要不我帮你去安排一个CSPO吧? 然后你来那个教,再去教教的人。 然后,我说,我不在乎教别人。 他说,那怎么能勾引你过来? 他舍没你啊,RBM的允捷教练。 然后他说,丹妖怎么能勾引过来? 然后,然后我说什么? 我不在乎。 我说,我现在正在做铁路上。 铁路旅游这方面。 他说,好,那我就想想。 然后一天之后,他又在微信里找我。 说什么? 丹妖,我帮你联络到了大连旅行社的旅行社。 就是东北旅行社的总批发。 你说,这时候我去吗? 你说,我发空气消息的时候会知道有人。 有人那个吗? 有人会来找我吗? 或者顺便拓展个东北市场。 我不会知道的,是吧? 但是这样一些事情持续地会发生, 就会持续地给你一些这样的解析。 所以,其实我上课并不是更多的, 也是在拓展我们的旅游市场。 因为我现在在做了, 就把旅游圈跟ID圈做融合。 所以我现在做的是, 我尽量, 而这些东西其实是在我上课之前, 我从于trainer之前想到的。 对吧? 你可以利用你上课的这样子。 为什么我要去曼谷? 为什么每年都要去曼谷上课? 因为曼谷有了高大的开发团队。 因为我们可以跟online travel agency对接吗? 这就是很多可以发现, 我的上课CSM、CSP都可以直接跟生意结合了。 其实很多时候, 这些事情其实在你成为trainer, 或者在做铁路之前, 其实没有机会想到的。 但是随着你不停地做, 你就会慢慢发现一些新的结合的解析。 这就是你的唯一的创举点。 因为你的竞争对手, 举个简单, 我的竞争对手永远不会用CSM来发展他自己业务招, 这件事对他比例太高了。 理因那些学院派, 还在买一点。 你那些哈佛大学, 而且很多看似很高, 他们会用很光线的那些, 又教了一些什么课, 又展示了一些什么东西。 又学会了什么工具, 又会了什么新名词, 从来不做这样的, 这方面的优点的一些展示。 这些人再就是更多的用中间的节点, 而不是最终的结果来衡量自己, 维护自己一个光鲜的形象。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有了太多的被过度教育的根本不干的人。 尤其是现在我发现的一个趋势是, 就是敏捷圈里面, 这种人开始增多了。 不是增多, 而是巨增。 所以我现在在离开。 这不是我喜欢的地方。 有很多这样所谓的, 就有很高skill的specialists, 或者专家, 他会很懂某些语言, 某些工具, 或者某些什么系统, 或者等等等等。 他们的CICE,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这些名词。 有很多的skill, 但是很多人就是在纠结于那些细小的名词, 术语, 以及那些表面的东西。 举个简单, 很少care, 哦,能卖怎么卖出一张票。 这样一些事情, 不是他们很多人的关系。 就在乎什么TDD, 当然我也用TDD, 但我不是TDD所有的代码, 因为这件事成本太高了。 而我不是向那个非道士, 或者什么那种宗教士来, 对吧? 那种东西都对了。 我不把自己的build的, 我们一开始那个部署环境, 把我们的铁路部署环境导得很炫, 但其实很炫的时候, 没有卖出几张票去。 但是导致你切换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很多人会依据自己的专业, 这些人获得了证书, 或者参加了培训之后, 他会持续地用这样一些方面的style, 来去捍卫自己的专业。 而且我把这些人叫中介, 你们知道什么叫中介吗? 我们这个世界其实充满了中介, 挺靠谱的。 我举个简单, 老师是一种中介。 老师在乎什么? 中介我是指这样的, 因为我最典型的是财务顾问。 财务顾问怎么挣钱? 你交给他理财, 你交给他理财, 不好意思啊, 在座其实有。 你交给他理财, 他会按次收到佣金。 如果你的钱跌了呢? 他说这个事情是, 你看中美贸易战, 这件事本然不遇。 或者2008年雷曼兄弟都倒掉了。 怎么样把它变得跟你利益相关? 什么? 你挣的钱分给他一份。 如果你赔钱, 把它的身价给你。 这样的话, 因为你想想, 如果你专注在这样的中介, 专注在平凡的交易的话, 他会给你推荐好的基金吗? 为什么? 交易益。 对, 他好的基金只交易一次, 他就挣不到钱了。 对吧? 万一不靠谱, 他说这个东西百年益益, 你知道吗? 你已经被坑了。 还有那个什么? 比如老师, 老师也是弓箭。 我举个, 怎么样让他变得跟你利益相关? 超学生的薪水。 超他教的学生, 30年之后学生的薪水。 如果这样的话, 他会更长远的去交。 对吧? 因为这背后意味着很多的权衡跟取舍。 对吧? 你不想交得太过, 但是交得太过, 又把它给, 这事情当是兴趣了吧? 但是你不适当地交他, 他又不行, 不给他压力不停。 所以这也是他要继续的权衡。 医生也是这样的。 医生在乎的只是, 你出这个门不要死。 他根本不在乎你是否能活五年, 因为五年之后, 有可能你在另外一个医院。 我们这个世界, 这样的中介很多, 当然敏捷教练也是。 这也是我, 不好意思, 我原谅他是这样的。 我原来这个职业, 按天收了费, 但是没有为结果, 所以我现在不做这个事情了。 而这件事, 我能做的就是, 为了更好推销自己, 我能做的就是不停的去给客户推销名词, 推销能不能够炫, 能不能够造的东西, 而根本不思考客户真正需要什么。 引入了太多的复杂性, 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现在的反思是, 离这样的一些专家或者中介远一点, 因为这件事其实没有带来那么多。 再就是, 其实关注在, 把自己的经历专注在, 我也建议大家, 专注在解决具体的, 实际的客户的问题。 举个简单例子, 如何通过买了一张火车票, 能获得购物或者退水方面的方便利。 再就是举个简单例子, 你知道台湾现在买一张马德里, 到巴塞罗那的火车票有多少钱? 多少钱? 多少钱? 在台湾呢? 107.7欧元。 。 赛赛, 赛赛, 怎么样降低它的成果? 用我们的系统, 用我们的系统, 用我的系统, 四个人的价格是172, 大约是4个人。 这是旅行社需要解决的直接问题。 我去了米兰,我没有米兰交通场。 有米兰交通场不好,国外的交通场还挺酷的。 比如像罗马,除了你可以做所有的公共交通, 另外你还可以去很多的博物馆打执办,搬家。 而且你去罗马兜交通场都不需要开队,只有19.9%。 让很多客户接触到这样更多细节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是通过你的技术。 这样的一些,我把这个叫。 如果你的公司专入在这儿,我把这个叫。 这条路是个不归路。 所以我会倾向于在一个公司,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关注。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关注。 专注在怎么通过一些简单的技术手段, 就把一些数据获得运用, 然后同时也获得收益。 也帮助客户解决了实际的问题。 在线上很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的身家都加上。 我觉得做一件事,我管这种叫承诺。 让你的亲朋们能够把身家压上这件事。 或者他的作业那种方式,或者容易感受, 这些都不需要抹去卫生了。 当然这件事,投钱是一种方式, 这是最常见的方式。 当然这种方式是挺好的。 更高点上,举个简单例子, 花更多业余的时间。 你每天不要钱,你每天工作到晚上。 这是一种重做。 还有,把你的resource 导进来。 把你的社交资源, 比如像敏捷圈,把敏捷圈的人导入到旅游圈。 第二,这是社交方面的东西。 你还有一种方式是, 你拒绝了其他一些机会来参加这个机会。 所以经常有人说, 怎么能加入Daniel? 我不是很care这样一件事情。 因为这么多的是, 其实是, 你用你的方式去给一些, 所appreciate的project, 做出你应该做出的一些贡献。 具体是什么? 不知道。 钱是最便宜的一件事情。 所以投资也是, 钱是最便宜的一件事情。 大家不要这么简单, 只是去找一个融资, 这件事最纯纯。 还有一个建议是, 建议大家, 如果找合作伙伴的话, 找这样的提问们。 学校教育, 或者他身上的这种labels, 最少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是自己拼杀出来的, 他有他自己的能力, 而且能够存活到现在。 而不是利用那些authority, 或者名校, 或者什么那些公园, 或者training program, 或者certificate, 来包装自己, 来获得这样的。 你理解什么意思? 这样的人, 我会在乎找这样的一些人。 再一件事就是, 关于Innovation。 你们应该听说过的东西叫brainstorming, 这样的东西, 是吧? 我发现它基本不忘了。 好的想法, 或者点的很少, 是因为brainstorming出来的。 听到我的课里面, 也有很多brainstorming, 所以, 这是我自己的纠结,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把我的感觉很坦诚地跟你们说。 我发现很多时候, 我发现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我才可能跟参与的人是有关。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原来的team里面, 挺多人, 其实是一些线性思考的人。 什么意思? 就是更多的是工程师或者IT背景的人。 因为我们去谈, 包括谈生意的人一样, 我们去跟那些咨询师, 或者IT咨询, 我们CTO咨询, 什么我去聊天, 我发现, 以技术做背景, 当然我也做技术, 只不过我现在在做。 我发现, 很多人只会这种线性的思维, 或者依附阵这样的一些事情, 如果被解决, 然后我记住东西, 你如果没线, 你不在意。 但我发现, 我现在其实比较喜欢跟那种生意人去思考, 一起去讲故事。 因为我发现, 生意人更多的是一种连接的这种思维。 他看到一个点子, 立刻想, 诶, 有点像打牌, 刚才那些牌呢? 刚才那些牌呢? 不是, 地上不是有些牌吗? 不是, 不是, 有点像打牌, 你明白吧? 他看到一个点子, 他会立刻, 产品经理或生意, 立刻会看看自己家里, 你拿几张牌。 没有吧? 然后跟你的牌是对对, 看看你们俩能够? 能不能透过一把? 他时刻都在这样去思考, 而我们现在, 当然, 这是我为什么要。 比如说, 很多时候你做生意, 其实要更多是这样的连接, 或者碰碰, 这样思考, 而这样的话会有。 这样一些是行, 我愿意跟那个。 而更多的是, 这时候, 能跟你同脑风暴的人的这种背景, 或者他有的, 他所掌握的牌就变得很多了。 而对我来说, 怎么样能够有些新的发现? 我觉得一件事叫, 嗯, 犯小错。 因为我们刚才一开始讲到了, 其实我现在慢慢的希望, 通过否定物来推进, 而不是通过肯定物, 对吗? 嗯, 因为范小错其实的成本基底。 然后呢, 他很多时候会给你带来更多的, 是吧? 我, 我反对我来说, 我来说, 我举个简单的事, 然后我来说总结一下, 我们当时去谈, 这时候, 如果你有了一件事情之后, 你立刻去谈渠道, 对吧? 所以我们当时去找了秋游, 大陆旅游公圈,旅游公圈的广告会员,很贵的,所以有那钱我也不给他,当然我没钱。 所以那个session其实感觉挺无聊的,一个下午两三个小时就浪费了,跟他其中一个创始人的聊天,然后挺浪费的,但是突然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他们现在正在跟一家退税公司谈,他们当时有个困扰,什么样的人看情有? 求学生,在旅游的什么阶段去看? 在规划阶段,这就意味着他的触点,其实如果他有退税的话,这个触点离他真正的可能购物的时间,其实提醒,不能提醒他,对吧? 但是,所以这件事广告没有弹成,或者流量导流没有弹成,但突然怎么了? 给Daniel了,啊,你想怎么着? 我用火车票数据吧,是吧? 生鱼片去欧洲,我知道几点几分在哪个地方出现,而且你不要想象欧洲的火车类似于地铁。 所以基本上,东博林就有140个站,所以我很精确地就到你的位置。 为什么不在你到达了之前,提示你具体的地点和收到收益,而这件事就比穷游危险? 是吧?有优势,是吧?这就是导流量,对吧? 但这件事你在穷游,去穷游之前,有可能理解到的。 或者你两年多之前,做铁路,帮他卖火车的时候,有可能想到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过多人是参与一些frustration。 还一件事没成,不要怕了一件事出来。 而很多这样的昂昂的东西,是在不停的挫折,失败,或者是这样的碰撞里面出来的,而不是brinstorming。 在你这个线路推荐也是,我有个点的lick,当然,我不错,我还能自己写代码去实现。 然后,我立刻给我的partner 留意一下,然后立刻就会转成了。 所以,很多时候是一些快速实施,你在做的过程中,发现的这样一些小小的点,然后你去利用。 如果这样的话,从QQ出来,你还去接法和铁路去吗? 为什么不? 应该去接购物了,是吧? 所以,你的backcloud怎么了? 你原来的backcloud基本可以扔了,是吧? 如果你这时候又碰到一些底板老板说,哎,你当时怎么又变了? 如果他自己的身家在里面,他有4000块钱的工资,他就不这样想。 是吧? 因为一切是关于生意的一件事情,是吧? 所以,玩或者不这样想。 再就是,更多的是通过链接,是吧? 然后,其实对John来说,就是一些羞辱,有点难对的。 John穿的这衣服,这是我的核心竞争率。 就是,John穿的这衣服,是吧? 然后是,包括James和Vess穿的这衣服。 是谁帮我做的? Elyna,陈静。她是我过去的一个CSTO。 我的核心竞争率是HyperLinna。 知道什么叫HyperLinna吗? 超两阶什么意思? 我是在不同领域里面超两阶。 所以呢,我帮我们设计衣服,然后做一会儿,这位叫陈静。 Elyna,她也是敏捷之女的组织者。 然后,她也是我的CSTO。 所以,我去北京,然后我就做了话题分享。 我就把我们话题分享的东西,都把它去里面去了。 然后呢,我们三年就见过面了。 然后,上一次还是订这个衣服。 然后,我们就有些聊天。 然后,我想,哎呀,不错。 那不是,好久没跟CASH案,也是美女,所以不如打个电话吧。 打个电话聊天,发生了些什么? 我发现了什么? 她说,Daniel,我是旅游专业的。 我过去在三家旅行社里面工作了。 所以,我很明白旅游圈的移用精细系统是怎么办的。 然后,怎么知道。 我说,那行,那我们尝试试欢一下吧。 但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忙了,所以更多的是你要展现。 然后,她又过来,她又过推荐了她的签签老板,一过去在做旅游创建。 所以,一下子帮我找了两万多个细岁的旅游产品。 比如,你到米兰的一天的tour,找一个什么bar,吃一个饭店等等。 所以,我下次去北京,下次去北京,就设计到要跟他们一日。 这一块就设计到对接。 这种东西,其实你说,一开始会知道吗? 三年前,你教她CSPO的时候,有机会知道吗? 因为三年前,你都没做语。 这叫HIGHER LEAD。 你要利用你限于这种social capital的一种, 你要利用你的人脉或者资源去想办法去work。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给你一些借鉴,就是你要有这方面的意识。 所以,这一件事,其实在我们团队里边,我没用。 我没有。 经常有人问我,你们用时钟来管理你的backlog。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比的运气。 我不在乎。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反思。 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Scrumb,或者敏捷里面,有一些东西叫什么sprint backlog, nuse a story 这样的东西,是吧? 或者什么商业模式化故,这样的东西。 或者什么计划呀,什么很多东西。 包括团队那种的协议啊,是不是学病啊,是不是这样的东西。 我发现这些东西都是狗屁。 那什么还是重要的?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关注于团队的协作。 我举个简单例子。 在我们团队里面,会很在乎的一个叫pq。 pq什么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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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强调的是pq。 好的球,这是个bq。 。 外师叔叔送给我的橄榄球。 我们会把我们的公司或者团队的关系看成类似于一个球队。 球队要经常干什么? 互相的谈球,是吧? 而且,甚至球队也会训练到比较好成熟的时候,甚至你一传球,你的听门本会在你球落的地方接触球,是吧? 而他也会心领神,或者这时候你需要喊吗? 很多时候一个眼神就知道了,是吧? 这叫默契。 而这种东西是我们团队关系的东西。 怎么去提高你团队内部的一个默契? 举个简单例子。 昨天我一个听门本说, 昨天那个加热同学, 上课的加热同学, 他说他买不到从米兰到巴黎的火车票。 然后我立刻说,我正在给你们准备PPT。 然后另外一个听门本说, 这件事我来看。 这就是PQ。 这件事没有互相的assign, 是吧? 但是团队之间就有这样一个很细小的传球。 如果你的团队培养成这样一个地步的话, 你什么用什么user story, 或者什么backlog, 根本就变得不重要。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把工作的专注力放在这些动作上面, 而不要关注在这个动作产生的结果。 另外对我启发比较大的其实是Wikipedia。 你们知道我Wikipedia吗? Wikipedia, 然后有好事者采访Wikipedia, 说Wikipedia有很多文章, 比如三创, 他们采访Wikipedia, 说你在乎你的每天文章的质量吗? 挺令他吃惊的是, 他们不在乎每天文章的质量。 那他们在乎什么? 他们在乎围绕, 因为对Wikipedia上每一天文章就意味着一个话题, 他们在乎的是围绕这样一个话题, 健康的不停的改来改去, 这本身就是一个活动。 如果有一个健康的改来改去, 好的文章是自然的结果。 所以跟Scrum一样, 我不会纠结于上网的课, 我不会很高和那个来教你什么PO, 什么product backlog, 什么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有靠谱的team mover, 关注在让这些session 变得更有效一些, 那些backlog, 那些story map, user story, 那是自然的结果, 而那些结果其实用不到也可以。 这是我们团队会关注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做生意很重要的一件事是, 这也是跟我们的投资人聊天, 也在聊到的, 因为他们很关注, 真正的生意人或者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的人, 他们会很在乎的是, 把你这件事做成一个真正的生意, 说白了就是真正的赚钱。 如果你比如一万块钱, 你都赚不了钱的话, 那给你融了一千万, 你觉得你就能赚钱了。 这是这样一件事。 但是我们很喜欢, 如果有了融资, 我就记住了,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件事。 所以更多的对于生意来说, 它的一个生意策略很简单, 它不要求什么right or wrong什么的, 更多的是先能存活效, 先能把你自己的工资来, 所以我现在还要卖场, 你要能卖场, 能够存活效, 外方你们的旅行事。 然后很多时候, 我现在会尝试做这些事情, 当然也在比较, 做了一件事, 就变得十分的不要脸, 因为在我看上, 可能上过我课的人知道我很不要脸, 但是我发现我的不要脸, 跟真正的那个, 这种比资, 或者是相受来说, 还是差的呢。 因为, 我举个简单例的, 我们会做的一件事是, 比如他来台湾去拜访熊师, 知道熊师是吗? 需要认识人吗? 这叫co-co, 知道什么叫co-co? 陌生拜访, 什么意思呢? 你勾勾出一个旅行社的列表, 上面有一圈电话号码是吧? 一个一个打下去。 最恐怖的是什么? 最恐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不是, 最恐怖的时候, 其实不是挂电话的时候, 而是你要提起这个电话的时候。 因为, 别人扣上已经没有不确定性了。 人最恐怖的是不确定性, 你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 建议大家, 我们做安静的人士也经常去做一些co-co, 或者做一些扫楼这样的事情。 扫楼都是百一天。 知道扫楼什么意思吗? 到那边楼上不是30层, 每天一层。 每天一层。 然后, 而且他们看到一个办公室的门头写着, 谢绝推销。 他们会觉得很嗨, 这件事我一定要敲进去。 我觉得我原来还是没有掌握这方面, 现在我渐渐的开始往这个圈里面。 我发现, 对于生意人来说, 他们很在乎这样的。 我从他们学到的是, 很多这样的不挚不挠。 他们不是很care, 他对我说很care的一件事, 他拒绝了我, 扣了我电话, 我又不会掉三斤肉。 而且, 其实现在我钓三斤肉挺不好的一件事。 所以, 经常去打一下扣的考研也挺酷的, 所以我现在在开始做这两件事。 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在串别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关于Deep。 什么意思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给了太多, 或者原来的Deep member, 有了太多的帮助, 或者太多的指导。 我们经常希望于我们的孩子, 受到什么关怀下成长。 但是这样的事, 其实更多是毁了你的Deep member, 或毁了你的小朋友。 而很多时候, 其实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一开始可能稍微lucky一点, 但很快就进入一个大坑。 而这些大坑, 其实是很有效的一件事。 我现在觉得大坑是很爽的一件事。 为什么? 我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跟德国铁路区对接的时候, 我们很幸运, 我们是欧盟之外第一家被德国铁路区做API对接了, 所以获得了他们。 但是这意味着我们收到了一个文档, 看的文档很酷, 而且只有7个API。 然后, 点击搜索, 莫尼菲叫法兰克, 不可以回到数据了。 很顺利, 然后直接在讲book, 把你的agency code填进去, 然后直接讲book, 然后回来, 他说Eternal Error。 这件事是很崩溃的。 你知道有点Error还好, 这种Eternal Error, 啥东西都没有。 然后发过邮件过去, 然后接着收到一红auto reply。 他说我带美国出差, 一个星期之后解决。 一个星期之后, 说是这样的, 你们是欧盟之外的, 我们原来的需求都是针对欧盟公司的, 所以你们是欧盟之外的, 一个人藏的。 是吧? 他说, 你们是欧盟之外的公司, 你们没有跟欧盟的SEPA银行上号, 所以你们只能用信用卡。 这件事没有在需求上说, 是吧? 因为人类也没遇到过。 是吧? 这就是一个大坑嘛。 然后, 你就OK, 但是要掏出我的金卡, 然后直接上。 当然, 其实就是要他的测试性能卡。 啪啪啪, 通了。 然后过了四次之后, 啪, 又是internal error了。 又是一个大坑, 是吧? 就有点像游戏打通关屏, 你都不知道最后是什么。 然后, 这时候又发了邮件, 问问怎么回事。 然后又收到了一个Auto reply, 说, Merry Christmas! 然后, 这时候, 你只好又改罚了。 然后, 一页问他回来说, 是这样的, 得和铁路级, 为了防止你的考课。 所以, 一张信用卡, 七天之内只能刷死自己。 我咋知道? 这件事, 你没概率知道的, 对吧? 所以, 其实你不停的会接受这样的挫折。 但是, 我发现这样的挫折, 其实是件好事情。 为什么? 不是, 因为你的金融对手, 他也会碰到同样的坑。 而这时候, 如果你冲过去了, 这意味着什么? 而且, 很多人在这儿, 因为这些挫折, 退缩了, 这其实是建立起了你生命的地雷。 如果你没有一个坑, 就能启动一个生影。 这有点像, 你这个生意是总统的, 是吧? 是吧? 但是总统也意味着, 他的生意被人这么无招, 是吧? 摔过这个大坑, 才过来, 是吧? 所以, 是吧?